安慰悲哀 拒绝过劳 拒绝过劳 华航机师春节发动罢工 延烧第四天 华航取消60个航班 造成上万名旅客 权益严重受损 我明天我就是 我正式上班的时间 假设我今天刚好是搭到华航的 然后我的工作的性质 又是比较特殊的 那我是不是我明天 所有的都会有问题 那我公司如果他明天 损失了几百万 那是我承担 还是他华航承担呢 至少有个预警的时间吧 让那个相关的单位 可以有一些补救的措施 我们不是反对他们罢工 但是我觉得应该尽量 不要造成太大的社会成分 华航家务士关起门来 解决不了 让春节旅客 成为这场劳资争议的冤大头 负面批评随之席卷而来 华航机师工会 领军成员之一的机师陈贝贝 接受环宇新闻专访 亲上火线向大众致歉 之后应该还是会规划一些 我们的一些行动 来跟他们致歉的 因为真的是很抱歉 不得不走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样子的阵痛 是不只是我们 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承受了 不只是民众 或是我们的地勤人员 表态老子双方 经过长期的沟通跟协调 一切从2017年开始 工会向资方沟通未果 接着2018年2月协调破局后 7月罢工投票通过 就算桃源市政府当时介入 也解决不了 因此在今年2月展开罢工行动 但是正值农历春节 即是打着劳权的旗帜 但所谓的正义以及正当性 牺牲的却是旅客权益 民众的行程被严重耽误 我们现在是另外一种负责任的展现态度 我们的负责任是 要提高我们的非安系数 对 我们当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 是有一些疲劳的因子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想要寻求一个改善 不得其入门而入的时候 我们最后只能够走这个方向 也要请大家谅解 这也是我们认为 我们展现我们专业的一部分 华航劳资纠纷 双方忽视大众运输产业 应该要有的社会责任 让民众回家成为漫漫长路 在劳资双方还没有取得共治前 接下来如何获得群众谅解跟支持 成为这场战役最大挑战 欢迎新闻 简易林陈淑曼台北报道